非洲是野生动物的天下 人类跟动物的互动 真的要注意安全 最近肯雅有一只野生肺肺 就闯进了住宅区 有一名男子想把他给赶走 爬上了四楼高的屋顶 结果反而被肺肺攻击 最后不小心坠楼摔断了手 幸运保住一命 但男子很不甘心 也无法找肺肺算账 他就痛骂是官方缺乏管理 纵容肺肺爬爬躁 现在决定要控告动物主管机关 替自己讨回公道 肯雅这名男子 整个人挂在外墙角落 屋顶上的肺肺突然冲过来攻击 男子吓到松手 整个人就从四楼高摔落地面 现场民众看到这一幕 惊叫连连 幸好男子摔到地面 有大片草皮缓冲 没受什么伤 还能站起身慢慢走开 现场民众叙述事发经过 大家先看到一只野生的肺肺 突然跑进奈洛比的住宅社区 这名男子可能担心 肺肺会攻击人 自告奋勇上前驱赶 一路追到屋顶上 但肺肺赶也赶不走 还攻击人 害男子最后摔下楼叠断手 男子的职业是在巴士站 卖车票 现在摔伤两只手 贴了OK棒 还绑绷带 不能够上班 决定控告肯雅野生动物局 没有管好野生动物 官员埃告很无奈 表示肺肺受到法令保护 也不能对她怎么样 只能够奉劝居民 一旦在住家附近 看到肺肺跑跑 除了报警 也要离她远一点 避免冲突 保护自身安全最重要 杨振平决议